大家好,我是冠軍石巾主廚張彥宇 零基礎初體驗Solo欧式麵包上課了 網路線上教學課程表 我會做成一個清單網頁 供大家進入參考 最新的課永遠在最上面 讓大家跟著上學習腳步 這課程是預錄好的線上課程 你不需要當天觀看 也不會錯過任何內容 你可以在你有空的時間觀看 復習看課程就能同步操作 讓您真正在家就可以做出好吃的麵包 讓每個人都能在這個課程中找到樂趣 在家親自動手做看看 與家人一起分享麵包的驚喜美味 零基礎初體驗Solo欧式麵包 影片都有附上食譜 都會挑重點講解 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去加速觀看 先將材料包裡面的核桃 蔓越莓葡萄乾 倒入鋼盆 加入自來水攪拌一下 浸泡約8分鐘 倒入過濾網過濾備用 拿出材料包裡面的蜂蜜 拿出材料包裡面的蜂蜜 擠入鋼盆 倒入配方中的水 260公克 攪拌均勻 倒入高筋麵粉 加入乾酵母 用耐熱矽膠刮刀 攪拌均勻 再加入糖跟鹽 攪拌均勻 花個3分鐘 攪拌均勻 如果麵團絲連沾手 就是麵筋還沒有揉出來 持續動作搓揉 不用怕搓揉過頭 麵筋斷筋 再拿硬式刮板 繼續攪拌3分鐘 變成一塊麵團 蓋上鍋蓋 或者是鋼盆 基本發酵30分鐘 打開鋼盆 加上手粉 繼續攪拌一下 大約5分鐘 加入備用泡過水的核桃 蔓越莓葡萄乾 拿硬式刮板 混合攪拌均勻 再加上 用手錘打麵團 用翻滾方式 加上手粉 繼續搓揉 手揉歐式麵包 重點是 不斷的 搓揉 錘打麵團 用手錘打麵團 去把屏幕連攪拌均勻 有抵擋 然後 把屏幕攪拌均勻 快速的 拍屏幕攪拌均勻 到這裏 轉 oben 在右邊 翻面再拍平卷起來 利用手揉拉扯麵團 而改變蛋白質的結構而產生薄膜 也可以在桌面上搓揉 可以訓練手臂力量握力 還可以緊實蝴蝶袖 運用拍平卷起來 旋轉拍平再卷起來 搓揉成光滑麵團 再放入鋼盆裡面 發酵30分鐘 經過一段時間 自然形成精性 麵團內部充滿空氣 發酵完成的麵團可以開始分割 拿出磅襯 將麵團分割成兩顆 也可以分割成200公克 共4個 看家裡的烤箱容量而做決定 分割好麵團先拍平 然後再翻過來 卷起來旋轉轉正 再拍平翻過來 卷起來 雙手抱住麵團 往左往右做滾圓旋轉動作 然後麵團就變成一顆圓球啦 放入得日美會呼吸的烤盤上 放入得日美會呼吸的烤盤上 也可以拿出瓷來做記號 看發酵前的公分數 可以運用烤箱的保溫功能來做最後發酵 最後發酵夏天是30分鐘 冬天是40分鐘 也可以準備塑膠袋 蓋在表面上 或者蓋上保鮮膜 做最後發酵 觀察判斷麵團發酵好了沒 用手輕輕的接觸 麵團表面 觸碰左右兩側 感覺是否像水球 或者是像氣球 有鬆軟 無彈性 就可以準備拿刀片來畫表面花紋 將勾紋刀在麵團上畫三刀 判斷麵團發酵好了沒 如果覺得很扎實 有彈性 就是發酵未完成 如果一按下就塌下 就是發酵過頭了 好 謝謝 胞 超 都 用 rider 亭 大 MR 原 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先喷蒸汽 烤约20分钟 如果家里没有上下温度的烤箱 就直接开190度C 烤个18分钟 哇 放入密封袋子再冷冻 避免反复冷冻解冻 面包的风味与口感都会变差 冷冻保存 以塑料袋密封放入冷冻库保存 烤箱回烤 烤箱预热至160度C 放入面包烤约5分钟 即可食用 电锅蒸法 在外锅底部倒入一点水 放上盘子 再放上面包 蒸个5分钟即可食用 这课程是预录好的线上课程 你不需要当天观看 也不会错过任何内容 你可以在你有空的时间观看 复习看课程 就能同步操作 让您真正在家就可以做出好吃的面包 让每个人都能在这个课程中找到乐趣 在家亲自动手做看看 与家人一起分享面包的惊喜美味 网路线上教学课程表 我会做成一个清单网页 供大家进入参考 最新的课永远在最上面 让大家跟着上学习脚步 如果您觉得准备所有的材料很麻烦 我们有提供干性材料组合包 费用300元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 零基础初体验 在家做出简单又好吃的 SOLO欧式面包 我是张晏鱼 让我们一起品尝烘焙面包的惊喜美味 健康享受全新概念